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观念 我们总是很喜欢在书上 去学一些专有名词 什么天康五合 合化会怎么样 地支六合 合化会怎么样 然后 有什么三行 字行 这一些通常他又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很多 我相信你听都听不完 我有什么神煞 我会怎么样 我相信很多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都很喜欢这样去写 但是往往他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就简单的举 这个摆摆上这个例子 人生以示 耕饮物饮 这个人是说他本身有饮饰生三行 饮饰生三行 在书上讲说 时常会惹上 有牢狱之灾 惹上官司诉讼 或者会到外地 会到外地去 然后饮饰生 又是一个无恩之喜 就是说对于长辈会不好 可是实际上他跟他的父母亲 他的老师其实都处得很好 甚至都还可以怎样 老师他们都可以约出来吃饭 他就算走的是他的祭神 他也没有牢狱之灾 什么都没有 怎么在书上里面写的就是这么可怕 他就觉得很茫然 怎么会这样 讲了这么多 他讲了很多 可见他对八字有没有研究 有研究 非常的有研究 所以说他才知道说 有这一些东西 有这些东西 可是 绝大多数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就跟他一模一样 一模模一样样 怎样 讲了一大堆道理 可是实际上 不会批命 批命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很多人学了很多学理 他空讲理而不批命 我们来看这个八字 我们可以知道 他这边四身眼 对不对 所以他的天干是什么 悟客认 地支两个营末 好我们来看 这个是他的本命 这是他的应运 这是他的财运 所以他的财运跟应运 其实都怎样 都很不错的 他跟父母亲很好 这很正常 财运代表父亲 应运代表母亲 所以没有什么跟父母亲不好的一个特质 他的导师 导师是他的印 我们来看 这是他之前的大运 丙武 就火来生土 对不对 更克的壬水而已 地支 木来生火 还算不错 对不对 那乙到了丁卫 丁任何 丁任何 物土跟乙木都在 那地支 木克土 有点叛逆而已 破财 有点叛逆 叛逆就是跟爸爸比较不好 就这样子而已 现在进入的物身 还是一样 但是他会怎样 破财 他会 有点破财 这个不是 这个是他的应运 所以说那时候会有点叛逆 跟妈妈可能会处得有点不好 但是天干人 印还很好 所以 其实基本上也还ok 现在进入这个运 破财 所以可能跟爸爸 或者在财运上 他们会有一些问题 其实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我们可以去知道就是说 在一个批命来讲 你就要知道说 哪一方面 哪一个运势 哪一个运势 好或不好 绝对不是一个龙孔式的 不是一个龙孔式的 而是哪一个运势 变好了或变不好 在这个运程里面 甚至在这一个流年里面 甚至流年是好的 但是你要注意流月 我常讲的 出事情都很快 出事情都很快 你要变好非常非常慢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甚至都是看月份的 原因就在这里 我这一个大运我很好 很好 但是有哪几年不好 你要注意 然后你今年好或不好 好 你今年是好 哪几个月会不好 你要注意 这一些都是我们要给客人的一种建议 我们在批命是这样在批的 因为小心死的万年船 了解 在五行派里面 他在跟你讲的一个意义 因为到处都是客 所以 表示我们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因为客就是问题的所在 多变少 你就会不好 所以他现在进入这个运 财运开始在偏弱了 所以这时候他就要怎样 好好的在他的一个运势上 避开财这一项 不要去摸财 或者他去摸财这一块的话 很容易会怎样 兵败如山讨 会兵败如山讨 尤其己亥年的时候 己亥隐亥义和 所有的财全部被磕光光 庚子年 庚子年其实还不错 因为金生水水生木 但是就只有好一年而已 接下来又准备又要 又要开始在破财 所以各位 运程就是有所谓的起起伏伏 绝对 不是说你有什么东西 你一辈子就怎么样 没有的 很多人也跟我讲 他八字有文昌 但是他从来都不会读书 对不对 八字有文昌却不会读书 很简单 五行排列 就是不会读书的类型 既然是八字 尽量我跟你说 额外的那一种论法 尽量是拿到最后再来补充就好 而不是把这一种额外式的论法 拿来当主筹 这样子在批民的时候 他就会变得非常的偏薄 很多人 什么日柱 是天下第一日柱 什么日柱 是天下最差的日柱 你们要拜托帮帮忙 对不对 怎么可以用一个日柱来决定 其他的都假的 还有大运流年都假的 当然不能这样论断 这个就是一种在学习八字上 很大的一个盲点所在 现在的人学很多 可是各位 学很多会批民吗 就很像如同他所讲的 隐士生三行会得上什么 什么 可是他从他的生命经验里面 他却没有感受到这一些东西 到最后他还是要问你 我接下来会怎么办 我接下来会怎样 请问 他讲那么多有用吗 他讲那么多 有在批命吗 也是没有批命 他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这个状况就是 现在人时常会犯的这一种的错误 很多人看我每天都在那边讲八字 讲八字 我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吗 当然有 为什么 因为我天天在帮人家批八字 我从这一些人身上 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甚至有一些人 前几天我们在批命 他就说 老师阿赛就答应 我刚好去做偏的 他时常被抓去关 我就说哪几年 哪几年 他妈他眼睛就很痛 老师对 就是那一年 第一次被关就是在那一年 然后我在讲后面又怎样 他就 确实 他整个人 为什么 这已经是过去事了 我也没有问 我们就直接批出来 因为八字就是在跟你讲 你那时候有这个危机 你有这个危机 你当然要避开 你还跟他拼 这个就是很多人学了八字 反而被八字所害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实证过 他根本就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而是一大堆理论而已 甚至客人一来 我说你怎么在这时候创业 日主授克他去创业 结果不但没赚到钱 还负债三千万 请问你要过这种人生吗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学习虽然很重要 但是学习以后的实证更重要 因为你才会真的知道你的水平在哪里 在批论的时候 你不要跟人家批那个 你一辈子怎样 你一辈子怎样 根本都是鬼扯淡的 你要批一辈子的 你要批的是 哪一年会怎么样 要有时间 而这时间要用年来计算 时间是哪一个年 会有什么样的事 要不要解 这两个都要确定 哪有这一辈子 一辈子叫时间吗 晚年 晚年叫时间吗 根本就不叫时间 时间是很确定的 哪一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这些都是要确定的 不然你怎么防范 一辈子 那一辈子 可能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争吵 有三分之二都很不错 可是你跟他讲一辈子 这不是很夸张的一件事吗 这种批命有任何意义吗 没有意义 所以各位 很多人的八字 其实都是在批很没有意义的东西 当然 你批没意义的东西 你用在你身上 当然也一样 是没意义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 接下来会好会坏 所以在学八字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说 你要实证 不要学了学理 都很会讲讲理 我问你 接下来会怎样 接下来明年会怎样 讲不出来 批八字不就是这样吗 哪一年会怎样 对不对 财运好 官运不好 这些不是都要算出来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基本 不要去糊隆别人 甚至我的学生学了八字 花了四五十万去学八字 学出来的 在跟人家批命的时候 他内心虚虚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会怎样 甚至要骗别人 我就说 怎么学八字学成这样 对不对 还要骗别人 有什么好骗的 你就这样子批出来 就叫他注意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超有自信的 对不对 叫你注意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学八字最大的问题 不求精准 他妈完全都是在打迷糊仗 结果到最后还是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我希望各位不要犯了这一种的错误 不要犯这一种错误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